早上11点 中国女排国外受激动喜讯 蔡斌运气真好 恭喜李莹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杀三 众手周知 那么最近中国女排已经奔赴保加利亚开始第三周的比赛 从目前的赛神安排来看来中国女排在28号开始比赛的话 现在距离那天的时间已经没有几天的时间了 我们需要调整时差 然后呢恢复我们的状态 再去总结前面比赛的得失啊 这个时间还是显得比较紧张的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 接下来确实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休息了 当然从目前来看来 在前面两周的比赛的一个表现来看来 中国女排其实表现不算是特别亮眼 也没有能够让我们中国女排的球迷呢去满意的 所以接下来到了第三周比赛的话 不管是我们中国女排的球员还是我们的球迷啊 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状态和表现的改善 争取在第三周的比赛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而就在最近的早上11点啊 根据媒体的报道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中国女排这边也在国外收到了一个激动的喜讯 那么他对于我们在第三周能够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也是一个神助攻 目前的从媒体的报道消息来看 国际排联也在近期的公布了前两周比赛一些球员的得分数据的统计 以及整体的排名 那么从目前这样的一个排名当中来看的话 可以说呢 中国女排也有好几个球员上榜 尤其是我们的主攻手林营呢 在这一次是霸榜了多个名单 而且呢 每个成绩都基本上是名列前茅的 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呢 他的一个整体的能力是非常出色 也将成为我们中国女排在第三周获得更好成绩 更多分数的一个重要保障 从这一次公布的数据来看 不管是在扣球的得分榜啊 还是在我整体的得分榜当中 林营呢 都是能够排在前三那个位置的 而在整体的一个进攻效率啊 包括扣球成功率来看的话 林营呢 也能够排在前五 前五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啊 能够在十几支球队几十个主攻手当中 能够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其实只能够证明一点啊 林营虽然说非常年轻 但是他已经成长为世界系的主攻手 那么也就印证了此前国际排量呢 给出了一番评价 就是说呢 朱婷缺席的这一次的比赛固然非常的可惜 但是呢 他的一个暂时缺席呢 也能够给更多年轻的球员 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伟大的球员 从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林营虽然说还称不上是非常伟大的球员 但是他现在呢 正向这个目标呢 一步一步迈进 他将来呢 将会成为朱婷的接班人来带领着中国女排呢 走向未来 走向更加遥远的一个目标 所以可以说啊 在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女排整体输掉比赛之后 大家都士气比较低落的时候呢 却迎来了国际排量官宣这么一个好的消息 我觉得蔡冰的运气真的不错 关键的时刻 我觉得李莹莹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呢 能够提升大家的一个士气 能够让大家呢 有更好的一个底气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一下李莹莹作为如此年轻的球员 能够给整个球队贡献这么多的力量 也能够得到国际官方机构的认可呢 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估计也会让很多球迷呢 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年轻朱婷那个影子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说啊 李莹莹能够在接再厉 在后续能够取得更加好的表现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说能够有更加多的年轻球员站出来 向李莹莹去学习 能够在关键的时刻扛起中国女排的大旗的话 相信我们会更加的欣慰 毕竟呢 接下来啊 像丁霞 朱婷 张长廷这些老将会逐渐逐渐的退去 接下来的话 中国女排的天下还是这些年轻人的天下 他们也必须及时的站出来呢 能够帮助我们中国女排完成这个传承的任务呢 我们在将来才能够越挫越勇 重新回到巅峰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